刘衡以弱势皇子的身份被推上了皇位 然而仿佛一夜之间 弱势皇子就变得强势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景之志第二集 文帝即位 敬请关注 西汉的这些大臣们选来选去 经过几番考量 最终选了他们认为最弱势 最容易控制的一个皇子 代王刘衡做了皇帝 西汉历史上第三位皇帝 就这样机缘巧合的登上了皇位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这位弱势皇子一登上皇帝的宝座 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登基的第一天 他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那么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开创了文景之志的汉文帝 是如何烧自己皇帝生涯的 头级把火的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史记之 文景之志第二集 文帝即位 我们上一集讲到 在竹灭的吕氏宗族以后 由功臣派为主 再加上少数的皇族派代表 换句话说就是周伯 陈平 冠英 张仓 加上狼牙王刘泽 这些人在一块 推选了一个 他们认为的弱势皇子 代王刘衡 当了皇帝 这样 23岁的代王刘衡就成了高祖皇帝 汉惠帝之后 汉代的第三任皇帝 那么刘衡真是功臣派所认为那样的 是一个弱势皇帝吗 这个问题 我讲完下面的几件事 大家自然就会有个结论 我们先看一看 第一点 刘衡是不是弱者 我们看看刘衡在听到让他进京 吉任大统的消息以后 他所走出来的五步棋 我们看他走的五步棋 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弱势皇子 第一步 召见大臣商议 对于代王刘衡来说 在惠帝去世 吕后去世以后 突然接到喜训 叫他金金当皇帝 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喜训 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 刚好砸到他的头上去了 那么他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第一步先和大臣们商议 这件事在大臣们中间 代国的大臣们中间 简直是炸了锅了 因为代国的大臣 他们都是诸佛王国的大臣 如果他们的头 就是代王刘衡 能够进到京城当上皇帝 他们就有可能成王国的臣子 变成中央政府的臣子 这对代国的大臣们来说 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你想想 你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大臣 和作为中央政府的大臣 这个差别太大了 所以有一派人就认为 积极主持叫代王刘衡立即进京 坚决主张去的这一批人 是中尉 中尉也就是代国的最高军事长官 以宋昌为首的这一批人 坚决主张去 他们主张去 理由宋昌讲了五条 第一 汉德天下是天意 秦朝大乱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当皇帝 但最终的结果 谁当了皇帝了 刘邦 刘邦之所以能当皇帝 那是天意 那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当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认同了 这是刘氏江山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刘姓天下 坚入磐石 高皇帝封了自己的子弟 做了祝货王 这些祝货王 他的王国是犬崖相至 可以说这是磐石之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谁都不可能掌控天下 只有您是高皇帝的亲生儿子 您才可能掌管这个天下 这是第二条 第三 民心思稳 现在这个天下 和秦末大动乱的时候 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那个时候是人心思乱 人心思变 现在 除去了秦朝的可证 我们又修改了法令 给老百姓许多恩惠 人人自安 人心思稳 这是一个难以动摇的一个江山 所以这种情况下 谁要再想兴风作浪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 大王是不二人选 因为在这么多人中间 您有叔叔 有楚王刘娇 是您的叔叔 您有侄子 那就是齐王刘湘 和他的兄弟 那个刘章 刘兴菊 您还有弟弟 这些人都没有选 选的是您 为什么呢 您和淮南王刘长 是高皇帝的亲生儿子 而且你的年龄 又比淮南王年长 你又是个贤德之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臣们请你去做国君 这是真的 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第一步 他首先给大臣们商议 所以以宋昌为首的这一派 坚决主张要去 那么第二派呢 第二派是以郎中令 张武为首的这一派 张武这一派人 觉得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他说你想想 京城是一帮什么人 京城这一帮功臣 都是当年跟着高皇帝 打天下的那一帮武将 这些人各个心中都有韬略 每一个人都是 能够独立领兵的人 所以这一帮人请你进京 你可千万留个心仰 张武说了一句 非常关键的话 叫什么呢 我希望你考虑到这么一个形式 然后来你静观天下之变 不要急急忙忙进去 所以张武这一派主张不去 静观其变 宋昌这一派极力主张 立即进京 所以代国君臣两派意见 可以说非常激烈 两派也极其对立 刘恒听了大臣们的意见 是什么反应 他没有讲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刘恒一定心里非常矛盾 第二步 拜见母后 刘恒在这种情况下 又去拜见他的母亲 和他的母亲在话商议 商议的结果最后还是没有 拿定主意 第三步 占卦 他有占卜 又算卦 结果卦象 大吉 在卦象大吉的情况下 仍然没有去 还没有拿定主意 第四步 派人进京 于是代王 乃遣太后帝伯昭 网见将侯 将侯等拒位昭言 所以盈利王毅 伯昭还报月 信已 勿可遗者 代王校尉宋昌月 过如公言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代王刘恒在拿不定主意的前 这个情况下 他就派了太后的弟弟 也就是他的舅舅伯昭 亲自到京城去见将侯周伯 因为周伯是这次 平定吕氏的最重要的一个大臣 首卧军权的大臣 这个将侯周伯就给他详细的介绍了 盈利代王的全部过程 所以伯昭更是深信不疑 伯昭回来以后就告诉代王刘恒 告诉他的外甥 不要怀疑了 这是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代王才笑音音的 对着那个宋昌说 果然像您所说的那样 应该去 然后他让宋昌亲自陪车 带着六个随从 直接进京 这是第四步 第五步 二次派人入京 走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 他再次派宋昌骑着快马 跑到京城去观察一下局势 宋昌来到了坝桥 看见陈将陈平 率领的百官在那迎候 宋昌又立即回来报告了代王刘恒 刘恒这才放心的乘车 来到坝桥和大臣们相见 你看在这五步棋中间 和大臣商议和母后商议 占拨算卦 这个派人进京 二次派人进京 这五步棋可以说是走得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我们可以说刘恒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 但是小心并不等于胆小 小心是处事谨慎 胆小是不敢做事 代王刘恒是谨慎 而不是胆小 这么一个步步为营 步步走得稳当的人 能是一个弱者吗 我觉得代王刘恒不是一个弱者 刘恒的强势 其实这个时候才刚刚露出点端倪 刘恒的谨小慎非 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做事非常稳重的人 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不会惊举妄动 可是我们通过他的一系列动作 也能够感觉到另外一个事实 那就是当时的西汉中央政府 也是处在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阶段 小皇帝还在 他这个新皇帝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很多事情都还是未知数 那么等待他的究竟是怎样困难的局面 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下面我们看 刘恒来到霸桥以后和大臣们见面 刘恒和大臣见面的时候出现了四件事 这四件事分别是面折周博 辞让登吉 清功继位 彻业运筹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件事 第一件事面折周博 刘恒率着他手下的人来到霸桥以后 这个时候陈平周博率的百官都在那迎接 突然之间太尉周博就走上前来 给宋昌说了一句话 太尉博尽阅愿请建言 什么意思啊 所谓建言就是说一段悄悄话 这个周博走到宋昌的跟前告诉他 您给戴王说一声 我有些话想私下里和他谈一下 周博要谈什么 史书没有记载 即使周博要谈的就是 无非是表白一下自己在平定株旅中间 自己是怎么谋划的 怎么下达的命令 立了多大的功劳 无非是显摆一下自己 结果这个宋昌的回答非常奇特 宋昌月 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思亡者无私 你要说的是官话 那就当作所有人面说 你要说的是私下里的话 王者没有私下之言 可以说宋昌硬是把这次政变的最重要的谋划者周博 把这一次盈利带王刘昌进京的最重要的一个举荐人周博 顶了回去 关键是宋昌说这个话 刘昌没有说话 刘昌的不表态说明刘昌是赞成宋昌的话的 这等于说是让周博碰了一个大钉子 刘昌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给推荐自己的最大的功臣周博这么一个大钉子呢 因为宋昌明白 代王刘昌也明白 代王登吉已成定局 这是大臣们商量好的事 谁也不可能变 周博那么大的权力 周博也不能因为自己碰了一个钉子 改变大臣们的商业 换句话说 代王刘昌入主皇宫 当皇帝登吉为帝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既然这个事已经铁板钉钉了 刘昌就不再惧怕周博了 所以敢于用默许的方式支持宋昌给了周博 闷头一棒 这是第一件事 这样的皇子是弱势皇帝吗 大家自己去判断 第二件事叫慈让登吉 史书对这个刘昌登吉有这么一个记载 太尉乃贵上天子习夫 代王谢月至代敌而易之 周博碰了个大钉子 那周博只好跪下来 把皇帝的福西就皇帝的印章这些东西交给这个代王刘昌 原来周博他们都想了代王刘昌一定是欣然结受 就是皇帝的印章交给自己自己结了不就完了吗 这个登吉一击就算完成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代王刘昌说了一句话 叫至敌而易之 到我代国的驻京办去商量这个事 大臣们把一个皇帝的帽子送到代王的面前 代王竟然说 这件事到我的驻京办去商议吧 到了驻京办 就是到了代王的这个官邸以后 代王说了一番话 请看大屏幕 代王月 奉高地宗庙众事也 寡人不宁 不足以称宗庙 怨请楚王记忆者 寡人不敢当 刘昂不当 大臣们推选刘昂当皇帝 刘昂谢绝了 我不当这个皇帝 为什么呢 因为奉高地的宗庙这件事 这事情太重大了 而我这个人的德比较薄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重任 还是请楚王进京来商议一下 我实在是不敢当 楚王是谁啊 楚王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讲过的刘邦的小弟弟 楚王刘娇 也就是代王刘昂的小叔叔 叫我的小叔叔进京来商议吧 我是不敢当 因为这个事太大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代王刘昂甘愿让楚王刘娇当皇帝吗 那这个代王是真的不想当皇帝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四个字 鬼才相信 我是不信 你们信不信 我是不信 你想想 叫一个人当皇帝 而且是继承他爹的皇位 他能不愿意干吗 他既然愿意干 为什么要请他的小叔叔来到商议呢 为什么要推辞呢 这只能说 刘衡 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他的小叔叔还在世 他这个时候如果一次推让都不推让 别人一叫自己当自己马上拿到这个伪认状 就登基称帝 那也显得你太想当皇帝了吧 显得太没有这个胸怀了 太没有品位了 刘衡这个做法只能说是一种姿态 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作秀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在刘衡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是被选做皇帝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选出来当皇帝的人 所以他不能马上接 他要推一番 结果是推了好多遍 最终才说了一句 恭敬不如从命 笑纳了 所以刘衡这一套政治秀 是刘衡的原创 是刘衡的首创 这个原创很不容易 在这之前没有 在之前只有 这个秦始皇是皇帝 秦二世当过皇帝 刘邦当过皇帝 汉惠帝当过皇帝 在之前没有皇帝 因为在之前没有皇帝的这种政治制度 设立了皇帝政治制度到刘衡为止 前面只有四位皇帝 没有一个是辞让的 唯独他让了好多次 一再恳请 一再辞让 最后总算是勉勉强强 登上了皇帝的位置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真人秀 皇帝秀 从这个政治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 是个弱者吗 不管是真心也好 作秀也罢 刘衡最终是在大臣的拥历下登基了 可是同时我们也发现 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没有解决 小皇帝后少帝还在宫中 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同时有两个皇帝呢 那么汉文帝刘衡 会如何处理这个小皇帝呢 下面我们讲第三件事 四件大事的第三件事 叫清宫继位 刘衡在大臣们的拥戴之下 最后勉勉强强当上皇帝了 但是皇宫中间不要忘记啊 皇宫中间还有一个小皇帝在那放着了 那就是那个后少帝啊 后少帝还在皇宫中 新皇帝表示自己愿意登基了 那么你愿意登基要到哪去 要到皇宫去 那么皇宫这个小皇帝怎么办 那个小皇帝怎么处理 史记的孝文本记记载这件事都说了一句话 请看大屏幕 乃使太普英与东母侯兴局轻功 这里没有足语这句话 派了一个太普夏侯英和东母侯刘兴局两个人到宫殿中间轻功 就是把原来的小皇帝请出来 由于这句话没有足语 很容易让人们误解 史记的孝文本记 说这件事是新任皇帝刘恒派人进宫 把那个小皇帝请出来的 可能不可能 我们再看另一条记载 史记的吕后本记中间有这么一条记载 东母侯兴局月 祝竹旅 陈吾公 请得出宫 乃于太普 汝英侯腾宫入宫 东母侯刘兴局 说了一番话 他说这个竹灭竹旅 我没有立宫 现在请让我去清宫 然后他和太普 汝英侯腾宫 两个人一块进宫 去清宫了 可见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从吕后本记来看 是刘兴局主动报名 然后拉着太普一块去做的 不是刘恒下令 那么这里边还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尾巴 因为那个史记 小文本记中间没有主语 到底谁把那个正在皇宫中间 坐着皇帝位置 那个小皇帝请出来的 现在我们现在还是说不清 一个没有主语 另一个是东母侯流行去自告奋勇去的 那么究竟到底是谁去的 没有记载 我们先放一放 《史记旅后本记》 记载 夜有私分部竹灭梁淮阳长山及少帝与敌 就在刘恒当皇帝的当天晚上 有关部门派兵 把汉惠帝的四个儿子 梁王 淮阳王 常山王 和后少帝 全部在自己的官邸内杀死了 汉文帝继位的第一天晚上 汉惠帝的四个儿子 也就是汉文帝的四个亲侄子 全部被杀死 谁杀的呢 有私 什么叫有私啊 有关部门 哪些部门没有讲 谁派的没有讲 这件事谁干的 是汉文帝刘恒吗 史书没有记载 我下面举一个坚决的例子 来说一下 这个东母侯流行局和这个 乳英侯滕公 两个人把这个后少帝请出来了 皇宫里滕出来位置了 新任皇帝 刘恒就进宫了 刘恒走到魏阳公 也就是皇帝的这个皇宫 帝王极细如魏阳公 有业者十人赤吉 未端门月 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 帝王乃为太尉 太尉网欲业者 十人皆陪兵而去 帝王随入而听证 大家听听这段记载 刘恒得知清宫完成以后 带着自己的随从 进驻魏阳公 走到魏阳公的宫殿门口 有十个卫兵 拿着急 拱卫着端门 说了一句话 天子在也 您是何人赶进皇宫 刘恒作为一个新任皇帝 走到皇宫的大门口 魏阳公的端门门口 被十个卫兵拦住了 不让他进 你想想如果是一般的新当皇帝 人会怎么样 这一句话老子是新任皇帝 你算个什么人 立即把这几个人就杀掉了 或者赶走了 结果带王这个刘恒是怎么做的 刘恒说去告诉太尉 就告诉刚刚被办的一个不大不小难堪的周博 周博一听说 周博赶快过来 这些人都认识周博 不认识带王刘恒 周博给他们解释以后 这些人把兵器一扔 走了 刘恒这才进入皇宫听证 连着十个卫兵 他都不说一句话 十个卫兵他都不去杀 要等太尉周博把他来到 把他这些人全部请退了 他才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带王刘恒是个什么 带王刘恒是政治舞台上的不沾锅 什么叫政治舞台上不沾锅 因为刘恒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都牢记一个原则 手上千万不要沾血 哪怕是自己是名正言顺即位的人 手上也不要沾血 十个卫兵他就没有动 他会派人去把后少帝请出来吗 他会下令把那个后少帝那四个亲侄子 连夜杀掉吗 都不可能 刘恒要干干净净当皇帝 双手绝不沾任何人的血 所以后少帝不是他下令清除的 后少帝四兄弟被杀 也不是他下令杀的 那么谁干的 应当说是讨好新帝的有关大臣们干的 是这些人干的 这是历史没有记载 我们不知道 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他干的 这样一个处理问题的皇帝是弱者吗 大家还可以考虑 第四 叫彻夜运筹 汉文帝刘恒进入皇宫 当皇帝的第一天晚上 他干了三件事 下了三道诏书 第一道诏书 任命自己从代国带过来的 宋昌作为魏将军 统帅京城的南军和北军 这是第一道命令 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而且这一步棋等于说 把周伯的军权给夺了 原来周伯管的南军给北军 周伯的这时候的职位是太尉 太尉是主管军事的 第一个诏令就是把军权夺了 交给自己最亲信的人掌管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道诏令 任命他的郎中令 张武为皇公的郎中令 就是皇公的警卫司令 也就是皇公警卫团的最高负责人 他让宋昌掌管整个京城的南军和北军 掌管整个京城的军权 让张武作为他皇公的警卫队长 第三道诏书 大赦天下 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当皇帝了 赦免天下所有的人 然后赐给天下每一个成年男子 一级爵位 秦朝和西汉初年 实行的都是军功爵制 老百姓也有军功爵 每个人多加一道军功爵 作为单亲女人也有奖赏 而且每一百家赐给你多少牛 还赐给你多少酒 而且允许老百姓可以自由自在的畅饮五天 汉成秦制 秦汉初年秦和汉初的法令都规定 老百姓是私下里不能私自喝酒的 现在允许老百姓可以放开肚子喝五天酒 这三道诏书 就是刘恒入主皇宫的当天晚上办的三件大事 大家看看这第四步 第四件事 看完这四件事 免折周伯 清功继位 一直到最后的连夜运筹 这样的一个皇子才二十三岁 他是一个弱势皇子吗 他是一个弱势皇帝吗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 文武百官都知道 功臣派的那么多人 身经百战 像陈平那么老谋深算 像周伯身经百战 像冠英 从小跟着刘邦打天下 到这时候他们才知道 看走眼 身在战国 战国的著称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 远在太原那个二十三岁的青年皇子 绝不是一个弱者 而是一个极有心计 极有首腕 极有水平 极有能力的皇帝 是一个绝对的强势皇帝 只不过 所有的人都没有看透他 他爹没看透他 功臣派没有看透他 旅后没有看透他 谁都没有看透他 等他到了京城 当了皇帝 大家全明白了 所有人都知道 上当了 既然如此 那么这个刘恒的弱势皇子的印象 是从可而来的了 这个让所有的大臣都看走眼的人 他爹也没有发现他 那刘邦要知道这么个儿子 这么优秀 他不会让那个懦弱无能的 那个惠帝刘盈去继任 他也不会想到他最宠爱的那个 七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 说如意累我 其实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间 最有本事的就是黄四字刘恒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弱势皇子呢 两个原因 第一 贤 刘恒是一个很贤嫩的人 很有贤德的人 他的孝道明文天下 史记 记元昂朝错列传记载 元昂当年劝说汉文帝的时候 讲过一段这么精彩的话 元昂说 陛下聚代时 太后长病三年 陛下不交结不解衣 汤药非陛下口所长福尽 元昂这段话说什么呢 说戴王刘恒在戴国都城做戴王的时候 他的母亲 博太后病了三年 大家听清楚是三年 而陛下是怎么做呢 是不交结不解衣 不交结是没有合眼 不解衣是没有脱衣服 说这三年 当然完全不交结是不可能的 三年不睡觉 比如说三年三天这个人就受不了 那等于说是这个戴王刘恒是三年没有好好睡觉 三年没有脱衣服睡个觉 每一次喂的汤药 他只要亲口尝完 才让他母后去吃 所以他给人们的一个孝道的印象 刘恒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 后来到了宋代 出现了二十四孝图 当二十四孝图出现的时候 刘恒是二十四孝图中间所写的二十四孝之一 二十四个孝子之一 所以这么一个很有孝心的皇帝 被人们天生的认为 他就是一个贤者 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从刘恒的表现看 他的确不是一个弱者 而且贤也不应该和弱化等好 可是我们也知道 他能登上皇位是因为公臣们一致推举出来的 而且大家心照不宣的认为 他就是比较弱好控制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弱者呢 代王刘恒的弱也是大臣的一个误判 其实这个弱源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 旅后主政期间 曾经杀死了三任赵王 杀了三任赵王以后又下令 让当时的代王刘恒来接任第四任赵王 史书这样记载 秋太后始始告代王 于西望赵代王谢 怨守带鞭 史记旅后本记明确的记载 旅后执政期间 曾经专门下令 叫代王刘恒进京去接任赵王 结果被代王刘恒给拒绝了 说了一句话 怨守带鞭 我愿意替嫡母守护鞭地 代国在今天的太原 赵国在今天河北的邯郸这一带 应当说山西太原 跟今天河北的邯郸两个地方的气候 物产 它的经济的发展程度 在当时是相当不平衡的 应当说赵国是个非常发达的地区 而代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地区 让他从一个落后的地区 到一个发达地区去做赵王 他谢绝了 他说我愿意替母后守护边疆 不愿意去做赵王 这件事让吕后和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代王是一点政治野心都没有 所以认为他是个弱者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吕后死了以后 仅仅是这个戈把月的时间 齐王刘湘首先率兵造反 要杀到京城来 把那个不合法的人给除掉 实际上是矛头直指竹吕 首先起兵的谁呀 首先起兵的不是代王刘衡 而是刘邦的孙子齐王刘湘 齐王刘湘起兵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想夺皇帝之位 你想想 孙子都惦记着皇帝了 而儿子却对皇帝之位 丝毫都没有兴趣 这个代王刘衡既没有率先起兵 也没有在刘湘起兵以后率兵复合 而是安安静静的继续做他的代王 这件事给所有的功臣一个极大的影响 大家都认为代王刘衡是一个弱者 没有想法 没有欲望 但是他那么旺了一点 其实代王刘衡是在干什么 是在装呆装傻装弱智 他一点都不弱一点都不傻 他完全是在装 为什么要装 为了自权为了自身的安全 他的母亲不受高地刘邦的赏识 他自己也没有受到刘邦的宠爱 再加上吕后掌权了15年 他的兄弟们中间死了那么多人 所以刘衡养成了一个生性谨慎的一个性格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长大的刘衡 自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弱者 当然今天他成了皇帝 而且他入宫以后的第一个晚上下了三道诏书 办了三件大事 又是保护自己 又是安抚百姓 汉文帝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同时 他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这些挑战来自哪里 汉文帝将会怎么样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